我们现在做这个台式的水煎包的一个面团的部分 然后我要先把我的酵母先把它泡在温水里面 然后先让它静置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来打这个面团 所以我这个水呢请你不要超过五十度 就是四十度到四十五度是最适合的 然后我们把它放然后它 然后它会浮在表面 然后你可以用叉子或是你轻轻晃一下 因为它很快就会吸收在水里面了 那我们就静置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回来打这个面团 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来过筛这个粉类的东西 然后跟我们的糖放在一起 台式的水煎包呢 呃就是有比较经典的 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台北玩的话 它的很经典的水煎包里面是没有肉的 就是就纯素菜跟一些粉丝 然后一些香菇这样 然后它的那个 呃就是 呃有些是双面煎有些是单面煎 但是它就不影响口感 但是在台湾的跟这边的水煎包有点不一样 这边水煎包我发现都是有加肉 那台湾的福州水煎包是有肉的 然后它是单面煎 然后有一种就是我们 我记得那是小说味道 就其实现在也有在卖在东区 它就一颗一颗大几乎都卖素的 然后有高丽菜的啦有韭菜的啦 然后里面就是没有肉 但是它的那个风味啊味道就是 呃是我在这边吃不到的 所以呃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那这种面团呢在台湾有两种 一种有人是用呃烫面做 然后有有些人就是呃正常的一个呃 就是发酵的这种面团做 就是两种都有哦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现在先把下母水放进去好了 那么等一下再来拌油就好了 因为我们就是要把它打成面团状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放这个勾头 好 那我们先低速我们的粉溅出来 你打到差不多变团状的时候 你可以加高速一点点 这样粉比较不会肥溅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打成团状的时候 我们再把我们的油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让油完全吃进去面团里 这时候你可以适当的中高速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看你买的机器 因为有些机器哦它本的底座是比较轻的 所以你会发现你打稍微高速一点 面团是比较硬的那种面团的话 它会晃 那你可能去压它 或是你用你可以承受的这种速度 中速也可以哦 我们主要是把油先打进去 我们这种水煎包的面团是不需要打出筋膜的 记得我们只要打到是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不用说一定要打出筋膜 但是像现在这种疙瘩状 不是很光滑的这种面团是不ok的 要继续打 然后所以就看你自己的机器的时间 然后它的力就是它的那个马力 所以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比如说你先打个五分钟之后回来看一下 好我现在差不多已经打了有五分钟左右 然后我等一下给大家特写看一下 我先移开机器 然后看一下就是说要打到怎么样光滑的面团状就可以 不需要出筋膜的哦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面团就是不会像一开始打的时候那种有疙瘩 而且你自己去摸那种感觉是很舒服的一个面团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整成球状 就可以了一个圆饼状也行 我们把它整成球状 然后这种小颗的面团就是你可以 就是用手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在台面上 然后呢我们放在一个都抹油的盆里 你有发酵盒你可以放发酵盒 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包紧 然后我们让它发酵要变成膨胀 至少有两倍以上大 这样一发才算好 然后我们再进行分割小面团这样子 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已经发酵到有两倍以上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我们放进去的时候你也有看到这个大小 然后呢我们把它刮出来排气 排气之后呢我要来分面团了哦 好 原理上不沾手的话就不要撒粉 然后但是呢我们分完面团要松弛的时候 你可以撒一点点粉在烤盘底部 因为等下让它松弛的过程怕它会黏在一起 所以我们先把气排出来 排出来之后呢你用剪刀剪你要的大小 你要40克一个也可以 你看你要做大小颗嘛 还是你要30克 这个都没关系 因为老师有写在上面 就是这个看你自己要包多 你看像40克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不是很会包 我建议你可以用大颗一点 这样你就是慢慢练 然后像那种小颗的30克的面团 那种是要很会包包子的 像老师也不是专门包包子的 只是就是说你可以去 像我们台湾的那个水煎包包起来这么大颗 所以呢你可以用40克或是50克的面团 先试试看 好这是50克 其实你看也没有特别大 然后如果说你要用40克的话 就是这是比较小的 然后这是50克 我觉得说你可以先用50克的试试看 好我们先把面团先分出来 好所以呢因为如果用50克的话就剩下一点点而已哦 好那这边的话呢一样我们要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用成圆球状 不用到很圆 但是就是我们要先把它收成小圆团 小圆团这样子让它松弛一下 你等一下要擀比较 可以擀出来就变成一个圆饼 如果说你是这样子的话 你等一下擀开来它不规则 你也不好包那个包子哦 然后你只要变圆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烤盘里 随便的都可以 你一个器皿只要不会粘在一起就好 那我们让它松弛 接下来就是要说明的是松弛的时间 一般松弛的话呢 我建议是时间上如果不是很擀的话 可以两个小时让它室温的这样松弛 那第一个这个好处是 你松弛够的话你在擀皮的时候 你会发现比较好感 再来你看到老师有把它点下去那个面团 它会回弹 这个就是表示还是很紧的状态 松弛不够你压下去它会回弹 那这种状态的话你去想象一下 你用擀面杖把它擀 它一定是很快就回缩了 那会导致你不好收口 不好包这个馅料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把面团都分割好 然后也整成小圆球之后呢 我会准备一个保鲜盒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室温静置要让它松弛两个小时 然后直到就是我压下去它完全不回弹 这种松弛的程度才可以 那我放在保鲜盒 或是你包上保鲜膜两种都可以 主要就是不要让你的面团表面风干掉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准备就是我们水煎包里面一些配料 内馅的配料 第一个是干香菇 我不是用新鲜香菇 我是用干香菇 把它泡水泡到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切丝 所以你记得只要泡到软都可以 切小丝就不要太粗的 要不然你那个颗粒太大 你会觉得包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你收口 就比较不好包 因为其实塑料的不好做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肉 所以它本身就是你要包起来的时候 它很容易散 所以尽量你的配料的话呢 就是不要太大 但是虽然你要有点口感嘛 但不要说到非常大 要不然这样会影响你在包的时候 当然那种很会包包子的老手每天都在包包子那种 这些对它们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有方便的包法 自己的经验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包 但是就是说配方跟内馅的风味 你要做这种台式水煎包的味道的话 你就可以参考老师的配方 但至于怎么包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那记得我们切完了之后呢 你再把水挤干一点点再下去炒 就是你要下锅炒之前 请你尽量把水挤干 因为如果你水分很多 你就要炒更久 再来是我们的 其实在台湾我们是用豆轮 有一种东西叫面 可能这边叫面筋 但是这边真的买不到 那你买得到的话 是在台湾商店里买 那如果说你要就地取材方便的话 反正这种豆制品就增加口感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用像这个是 比如说腐皮啊腐竹啊都可以 然后你把它切成小钉状 如果有些它泡水之后呢 比较大张 你甚至可以再切一下 反正就稍微切成钉状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你要用的这个内馅的量 你可以先拌起来 然后冷藏 因为它里面没有肉 所以就是说你放个两天没有问题 然后比如说你的包子的面团 每天做多少 因为水煎包这个肯定是现包 现煎 就不建议说你这个要先做起来 然后又冷冻 那内馅的话 你是可以先拌一大缸盆起来 因为太少你也不好做 所以我今天这个的量 不是刚好配我们的面团的用量 就是都会多一点 那就是只是你先知道说 我们做这些的话 你可以先做起来 然后放密封盒啊 不要直接让它接触在冰箱 然后会有冰箱味嘛 然后我们就把它 先把内馅拌好 那你随时 当天面团发好了 二发松弛好了 你就直接可以来包现了 就不用说每天在那边现炒 那我豆皮也切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粉丝 这个是绿豆粉丝 台湾我们叫东粉 这边可能就叫粉丝 那你这个 我把它泡水泡软了之后呢 把它粗切就可以了 就切成这样 因为这样也是方便包 你不可能是整条粉丝的嘛 所以我给到链接呢 我是用一般我们这种 龙口粉丝 绿豆粉丝 因为它是绿豆做的 好 就把它这样大概切就可以了 我是买这个的 这个也是国内的 就很好买的 就是这种粉丝 其实你们看到应该不陌生 然后我们这样三个东西 就都已经切完了 那我们来教大家做高丽菜要出水 腌制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呢 就卷心菜的部分呢 我把它切成这种碎末状 就是大概是一地方公分这种大小最好 就是没有说是一定要切这么碎 是因为怕你不好包 所以尽量是这样 但不用再碎了 再碎的话就没有口感了 然后呢我把糖 盐哦 加进去 再来是芝麻油 这个香 因为我这个出水没有打算要冲洗掉 所以我是把它拌匀 顺便就调味 那等一下呢 它会出水之后呢 你把多的水分挤掉就可以了 然后跟我们其他馅料 炒过的馅料板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炒的 我们是需要让它出水 然后把它拌均匀 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我们等一下准备来炒馅料 我们要炒的馅料 就是虾皮啦 香菇啦 豆皮啦 粉丝这些 是需要放在锅子里面 去把它炒熟的 那只有这个是生的 我们现在来炒料的部分 我冷锅 冷油 先一点下 然后我们要先把虾皮的腥味炒掉 所以你一定要冷锅冷油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虾皮放进去 然后呢 就是这样慢慢的让它炒 它会炒到就是那个有些 开始先冒一点点白烟 然后你炒到后面呢 你会发现它开始有 那个小气泡在虾皮的周围 然后你开始就不 就是从有腥味到没有味 就只剩下虾皮的香味的时候就可以了 就是我说的 就是要把它炒到这样子 然后它是冒小泡泡的这样子 而且你可以感觉出来它的杏状有点不一样 颜色有点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开始闻得到虾皮的那个香味 不是腥味 一开始你在炒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点白烟 但我们镜头是拍不出来的 但你肉眼你一定看得到是有白烟 现在我看都是已经没有白烟了 那没有白烟的时候 差不多它虾皮的香味就会开始出来了 腥味就没有了 那我们炒好了之后 我们就接着来放下一个料 把它放下去炒 然后你香菇如果说你不是很会包 你不一定要切丝 条状的 你也可以切 再把它切成末 像这样也可以 这种都可以的 我们主要是要方便你包那个馅嘛 所以呢你把香菇末或香菇丝 放下去接着炒 然后香菇会有点点稀油 如果你觉得有点干 你都可以适量再加一点点 然后我们接着你把那个 豆皮也可以放下去 因为豆皮切的比较碎 所以呢我会先把香菇炒一下 如果你切的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一起下去 不用很油 就主要只是不要太干炒就好了 然后就适量的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 然后我们接着要把酱油放下去 炒一下味道 把那个酱香味炒一下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酱汁 我们把粉汁放进去 让它吸收那个酱汁的味道 然后把它炒到就是干掉 你看这样还是有一点点水水的 先把它拌一下 拌匀了之后呢 我们吸干了之后 我们再放点调味量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酱油用量没有很多 所以呢 其实你放入酱油之后 你可以直接把粉汁放下去 我们主要目的就是不要有汤汁就好了 所以你要先把酱油吸干 再放粉丝也无所谓 加五香粉 就是我们到时候 这个东西要跟卷心菜拌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不能够有酱的 尽量就是干一点的杏状 你太湿的话你很难包的 然后我们只要 你看只要炒干就可以了 拿好了之后 我们就等它放凉 放凉了之后 我们的卷心菜也差不多 是变软化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拌在一起 所以这个一定要放凉 记得 好 跟大家说一下 我那个炒的那个料已经降温了之后 不会很烫熟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卷心菜 不是我们有放盐糖 呃 芝麻油 它会出水了一点之后 你把它挤干了之后 跟它拌在一起就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说的 你这样压下去 稍微没有 没有那么严重的回弹就可以了 然后 你可以有一点点的粉 不用太多 压一下 你可以用擀面杖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 不是说要擀很大张的皮 所以你可以沾一点点的粉 不沾就可以 不要用油 因为油的话我怕你到时候 你封口收不起来 因为这个菜已经是不好包了 因为这个菜也是油油的 它跟我们一般 包猪肉馅不一样 然后你把它摊一下 所以我说的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要等它按下去 比较不会回弹 严重 就是因为要把你摊不了的 知道 然后所以 如果你发现说 好像还是不太好弄开 你可以再等它松弛一下下 再松弛一下下 好 那这样好了之后 我们就放适量的料 然后你可以先试试看 你可以包的料 这个就是跟肉馅有不一样的地方 肉馅是比较好包的 然后我们就是 我会用提拉的方式 这样看得到 我用提拉的方式 然后你要一直去压这个馅料 尽量让它塞进去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用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很会包包子的 你用你自己方便的方式就好 我主要就是要让它收口就对了 我就是要让它收口 然后尽量 嗯 不要让它影响到收口 所以你要把料压下来 要不然你不压下来 你等一下收口 它就会 碰到油嘛 会撑开的 然后我们只要可以收 就不用像包子那样很漂亮的那种 我只要确定它是可以封起来就好了 记得 就是可以封起来就可以 然后我们要让它松弛一下下嘛 至少要15到20分钟 所以呢 如果说等一下我们要下油锅的时候呢 嗯 如果说它有一点点松开 你再捏一下就可以 你这时候不用很纠结 所以把它捏得很密 因为它等一下不是会再松弛一下 它可能会再膨胀 那好了之后呢 把它收口先放 这样子 然后尽量是圆的就可以了 再一次哦 一样下面有点粉不会粘就好了 你擀面再一点点粉就可以 不要粘就可以 那你尽量拌的时候把它拌匀 要不然就是有时候你觉得 诶怎么这一颗冬粉比较多 就粉丝比较多 那一颗菜比较多 你看一下老师就是用拉的方式哦 我每收一折 哦我会拉 然后呢我尽量把我的线压在下面 这样比较不会满出来嘛 不要影响到你收口就可以 这样子 那你可以越练 把馅料包越多 一开始没办法 一开始没办法 你至少是可以收口起来就好 馅料少 的话先用馅料少的方式来包 这样 那一开始比较不会包的话 就不要去列那种三十克一个的 那种大小 你可以像这个五十克的 可能我觉得像出手的话 应该会比较好 这样捏起来就可以了 好这样 然后我这边做好了之后呢 我大概还剩下一半的馅料 所以我配方上面的馅料 应该是可以做到两份的面团 就两倍 配方上面两倍的面团 大概是十四到十六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这个是五十克一克面团嘛 那我们要让它松弛二十分钟才能开始来煎 所以你在松弛的时候呢 请你盖块布也好 或者把它放回原本的一个盒子 就尽量不要让它风干 要不然它口感会有影响 那所以你可以看你怎么方便 只要是不要让它直接接出空气就可以了 那么二十分钟之后 等一下直接来教大家怎么煎 你看呢 我松弛了二十分钟之后呢 我热锅冷油 不用倒非常多 就是你可以盖过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多的锅子 多的油你可以把它倒掉 就尽量是让它就只是润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包子放下去 收口朝上 其实如果说你是要那个煎两面的 因为台湾有两面的版本 跟煎一面的版本的话呢 没有关系 你是可以让它那个哪一面朝上都无所谓 因为到时候还要翻面煎 好然后 我这个锅我只能煎四颗 然后让它有点缝隙这样子 好那如果你的锅子更大的话 你就可以排 但记得每一个都要有缝隙 至少一公分 为什么因为它等一下会再发胀 那我们在好了之后 我的面粉水的比例呢 请你照着比例上面 就很淡的一个状 就是一茶匙的粉 等于是配500毫升的水 然后冷水的时候下去 但是因为你的锅子不一样 的话呢 我只要它浸湿到我的包子的三分之一 不到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水量就可以 然后我们如果是家用锅的话呢 你的炉子是很贴着锅的 这样很容易下面煎焦了 里面还没有透熟透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把另外一个炉架 移过来 像这样子的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 你是不是可以放一个这个 那是不是电高了 那电高了之后你再来煎 一样是中火的方式慢煎 因为台湾这个水肩毛就是因为 它有一定的高度的那种 才能够煎得出来 颜色淡淡的上色 但里面又是熟透的 而不是说像这边的生煎 都是那种很焦很硬的壳 知道 所以一定要用纹火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用中小火 然后有架高这个架子之后 然后我们来煎 你一般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用那种透明的锅盖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水器是不是快用完了 所以呢 你每次煎的 因为你锅子大小不一样 你加的水量不一样 但这个水跟面粉的稀释度 就是要我这边说的比例 那不会一次全部用完的 然后你用之前搅拌一下 我们就倒进去 不要超过包子的二分之一就好了 就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一个高度 然后我们就中小火这样慢慢的 它还有水器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打开锅盖看 为什么 因为它肯定是里面还有水的 所以几乎是水器蒸发之后 那还有一个是重点是 我们请你把盖子留个0.5公分的缝 不要全盖起来 那如果说它会滑 请你塞个那个 比如说一个小竹片 或是筷子也可以 那这样子 你整个煎完的时候 它不会回缩那么严重 那如果你的平底煎锅呢 是有那个煎嘴口的 像这种 这种留嘴口的 那你盖起来的时候 它刚好有留一个缝 这种就刚好 你就不需要去塞它 就是要用个筷子塞它 所以如果说你的锅子有煎嘴口 你就整个盖密 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像老师这样子 看得到吗 就是要留一个0.5公分的缝 然后我们就让它这样子 开始里面再焖蒸的方式 到水分完全干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下面的颜色 是不是也上色 如果上色了 我们就翻面 你可以看到 就很明显 当你水分快蒸发的时候 你这边它的雾气 就不会那么重了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里面会有一点点精松色的底 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你再确认一下 是完全没有水分 然后你才可以去看一下 就很好离开 这样子 然后是浅清棕色 就跟这个皮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翻 如果你比较不会翻的话 你可以一个一个翻 没关系 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把它翻到另外一个锅子也可以 然后接着煎另外一面 但是原则上 你不煎另外一面 这样是已经熟的了 那我们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一点点的油 然后因为我们如果要翻面煎的话 我会加一点点的油 不用很多 然后我们把它翻面 可以的话就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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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平底的 因为在台湾做这个 它是有点像扒乳 但是有点深度那种平底 方形的 所以我们有空间可以翻 那这样好了 这我们再焖一下下 然后你芝麻 葱花 这个看你自己喜欢 台湾以后就单纯是这样 然后也可以撒白芝麻 那撒白芝麻的话 你就煎一面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煎两面 其实就不用撒 你可以出螺色 你再撒一点点没关系 所以你看它是不会回缩的 就是因为你要留点缝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就一样 另外一面煎跟这边的颜色 一样就可以起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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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